張智霖這日出席由他配音的動畫 屁屁當家二手拍例 他說劇情富有教育意義 身為家長的他都覺得很有共鳴 配音那時還感動到哭 至於講到教兒子 Chi Lam也很有自己一套的心得 我可以說是全港最不嫌的那個 其實連我兒子都會反問 為什麼你會不阻止我做某一些事呢 我覺得一個人自重是很重要的 自己知道自知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家說始終是別人給你的一個指令 但是自己給自己一個自律的指令 我覺得才是學習精髓 甚至乎他現在說我不想再打機了 我說為什麼 我自己都嚇一跳 你就打吧 我又沒有阻止你 他說他覺得花了很多時間 浪費了很多時間打機 那一刻我真的想找個洞娟 自己都沒有那麼自製能力 他已經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仍然都會說不如你打一會兒機吧 我覺得一個平衡的生活又很重要 另外Chi Lam就很開心地公佈 申請到下年四月的紅館檔期 那次機一定會施展混身解數 去做好一個演唱會給大家看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個開心的時間 提到之前在內地的避合照事件 他就說叫大家最好都是要問了才拍 其實我不是無奈的 首先我的回應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幽默的人 我亦都帶點黑色幽默 那都是說笑而已 大家不要太認真 每次看 每次看